安先生 叫來電話了 嗨 John 安說 聽說酒店項目 在中國進行得很順利 不過我擔心你一個人忙不過來嘛 所以我想派我一個新的得力幹將 過去祝你一逼之力 你放心啊 這個人絕對沒問題 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中國小夥子 好 好好 我等他來 娟娟你放心 我不會欺負年輕人的 好好好 拜拜 問候你太太 拜拜 安先生 嗯 出什麼事了嗎 總部要派一個人來參與這個項目 他説是一個幹將來幫我 這個時候派人過來 他是不是不相信您啊 董事局的舉起 推薦一個人來參與這麼大的一個項目 是正常的 那 安先生 這個人會對您不利嗎 擔心那麼多了是嗎 擠賴指在暗示 安先生 劉總到了 來來來坐坐坐 出口來了 是啊 有一些初步的構想 看看看看 你看一下 哇 這樣啊 哇 我好喜歡啊 好極了 我現在 我一個人滿意 就所有的人都滿意 安先生你的意思是 總部派了一個人來參與這個項目 所以你要付出一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讓你的設計無懈可忌 出去啊 對 是不是又去見劉火呀 童建國 你別逼我 你是不是想告發我呀 你以為我傻呀 我到辦公室到處都安著攝像頭 你以為你幹了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我不知道啊 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把我的把柄抓到你手裡頭 你要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這樣幹呢 為了一個劉火 要把我整死是嗎 你既然知道你有把柄在我手裡 那就好了 七星級酒店項目 總設計師必須是劉火 你不得以任何理由把他提出局 放棄 不可能 告訴你不要跟你行吧 只要我童建國在 他劉火妄想不可能 你真的以為我不敢告你是嗎 雲七 你為什麼對我這麼狠心呢 我們倆一年多在一起 我對你怎麼樣你不會沒有感受嗎 雲七 對不起 我剛才不知道怎麼了 你原諒我好不好 我有什麼做的不都為的 我改 我一定改 我為了你 我做什麼都可以 你別跟我虛情假意的了 何雨漆 我最後再問你一次 你嫁不嫁我 這輩子不可能 好 你去告我 去告我 你最好把我告到車底一點 只要我童建國在 我讓你跟劉火 不會過上一天好日子 一天都不會過這兒 我會把劉火 當成一隻螞蟻一樣 活活的才死 你好自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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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把劉火 當成一隻螞蟻一樣 活活的才死 我讓你跟劉火 不會過上一天好日子 一天都不會過這兒 我會把劉火 當成一隻螞蟻一樣 我活的才死 當成一隻螞蟻一樣 你別怪我 你別怪我 我心裡只愛劉火 不能讓他出生 我去死 毛心裡更慢點 個子鬼投胎是 沒人跟你搶啊 媽 昨天我給劉火打電話 你聽說鴨鴨好像病了 鴨鴨病了 什麼病啊重不重 發燒吧 你給好了 老公 那咋也去看看鴨鴨吧 行 就好好看好我大胃 你們倆不能去啊 怎麼不能去啊 不能看我妹妹啊 就你 黃鼠狼給擊敗你 你沒安什麼好心 我告訴你啊王歇林 你離鴨鴨遠一點 你離她越遠 那就是對鴨鴨的好 媽 你怎麼能這麼說西林呢 總之就是不能去 你可以 abstraction 穩定多少人 他比較多 Davis 講話 無严芬 唐建國 你看那美國 你趕緊逃擡了 我希望你能恨我一輩子 既然我们不能相爱 那我们就彼此相恨吗 或许这样 才是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 不是,在家里你虚什么虚啊 我觉得你是时候 你该管管你的丫丫老婆了 你知道她今天跟我说什么 妈,我还是想回物馆搬上班 还有,就生一点小病 她就非要吃药打针 现在小乖在吃她的奶 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多担心啊 想当年我生你的时候 我发高烧发的四十度 老娘一颗药都没有吃 我这样扛过来了 我觉得她存心 根本不想在家里好好地带孩子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是 是吧 妈 肖肖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不好好带她呢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一个 成天都围着灶台转 老公转 还有孩子转的家庭嘱咐 还有孩子转的家庭嘱咐 你看你又咳嗽了 咱们回去 你进去啊 雪姨 你说说啊 小青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 怎么这么的骄傲啊 雪姨 你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了 跟她见识 就容易拉低了你的档次 嗯 别渴了,别渴了 走走走 你别为了我妈说你不开心 她也是关心你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去上班 她能放心吗 再说正常的产假 都还剩三个月呢 你那么着急上班干什么啊 刘霍 你说实话啊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没用 就适合在家里带带孩子啊 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啊 没有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要觉得你没用的话 我怎么会娶你呢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你要上班我不反对 但我的意思是想 等你身体恢复得好一点 再去上班 这是心疼你啊,亲爱的 是吗 好 那如果现在换作是何雨琪 她想提前休产假去上班 你会这么想吗 你怎么会提她干吗呢 我知道 我肯定没有她能力强 但是我也有我的事业心啊 我也希望 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 独自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啊 而不是成天都依附在男人身边 做一个犯来张口依来身手的寄生虫啊 毛衙衙 有那么漂亮的寄生虫吗 女人干家务是最有魅力的 这是个很大的贡献 整个人类社会就需要这样的女性啊 是你们男人需要这样的女性吗 不是 那,那,那孩子需要妈妈吧 这个我总搞不定了吧 我去工作呢 并不代表我就不顾孩子不顾这个家了 该怎么权衡我心里都有数的 你看 我又没有什么想要大展宏图 我又不想做什么女强人 我只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如果,我是说如果 有一天 我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那作为一个母亲 我得有身份能力吧 我得给孩子一个挡风遮雨的家吧 那,那不会啊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是还有我吗 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 世事无常 谁又能保证 谁能在谁身边一辈子 娅娅 难道 你对我就那么没有信任吗 难道 在我身边你就那么没有安全感吧 梁王 黄宝贝 哎 出来一下呀 哦 童总 何小姐让我打电话劝你赶紧出国 晚了就看不及了 啊 我为什么要逃了 她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说 何小姐递到局里去的材料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是留在国内肯定免不了牢狱之灾 逃了又能怎么样呢 话又说回来 我也能逃到哪儿呢 好 童话 你赶紧回来吧 哥 有什么急事吗 让你回你就回 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 童先生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童总 在哪儿呢 我去的城市 有什么事 我去的城市 你不想帮我去的城市 还不想帮你 我去的城市 都在哪儿呢 我去的城市 你不想帮我去的城市 哥 上车 快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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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好哥 快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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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 我和你们佟家 再无瓜葛的 地产大弱 铜建国 被警方带走调查 江山本难保 什么 铜建国 铜总出事了 你看 网上全是这消息 应该是真的吧 也不知道铜画知不知道这事啊 我刚打个电话 铜画不是出国了吗 他哥出这么大的事 他能不回来吗 妈 那个 你先帮我看一下笑笑 我去去就回啊 你说你这孩子 别人都是跑都跑不及呢 你怎么还往上贴啊 我没那么复杂的心情 我就担心我好朋友出事 我先走了啊 您这闺女啊 是个贤富爱贫的人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 铜建国被抓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是我举报的他 为什么 至于吗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铜建国说 他绝不会放过你 谁都有资格批评我 只有刘霍你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所有的事情 我都是在为你做的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 都是为了我 我没有要你做那么多 奇怪的事情 只要能够帮到你 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刘霍 因为我爱你 你现在看起来好陌生 要不要看一生 感觉那么冰冷 没有你的温存 一切都不完整 你看你就无所适从 你看你就无所适从 你看你就痛不遇生 要怎么平衡 孤独的体温 我竟变成无可救药物的人 何故要过那灵流万年 你怎么在乌 画画你回来了吗 我知道你一定回来了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啊 童话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啊 画画你给我开门 童话你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一定回来了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啊 花 花 你给我开门 花 你给我开门 燕燕 你走吧 我不走 我今天不见到你肯定不会走的 花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就跟我说 兴许我能够帮到你啊 你帮不了我的 现在能帮我的车律师 燕燕 你还是走吧 你这样我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宠备的样子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哥进去了 他的一生完了 我的一生也完了 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童话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花 你别这样 不管怎么说 你还有我呀 我在你身边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对不对 你给我开门好不好 燕燕 我求求你让我静一静 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喂 哎 哦 安先生 我已经在酒店楼下了 马上就上来 嗯 可以 却在这儿快 何小姐 据说童建国因为偷摄露摄秘密 是你向检方提供的检举材料 真的是这样吗 您跟童建国是恋爱关系 请问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是属于正义感 还是有什么私人恩怨 谁跟你们说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是童建国的妹妹打电话到报社亲口跟我们说的 难道这还有假 简直是无济之谈 我跟童建国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你们这些记者怎么能偏听偏信呢 还有没有点责任感呢 他偷睡漏睡 你们为什么要来问我 据说你是童建国的契约情人 你是在报复他吗 简直是胡闹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太拍了 各位 各位各位 各位朋友们的朋友 各位 你们好 好 在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请大家不要胡乱的猜测 不过假如童建国先生真的犯了火 他受到惩罚是应该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件事跟何小姐绝对没有关系 来 谢谢 艾先生 谢谢 艾先生 什么关系 艾先生 请就不让我们办 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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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这样做影响多少人吗 这项目现在陷入丑闻了 我非常抱歉 安总 但这件事情 确实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都要考虑后果 这件事情说起来 安总 你也脱不了了 干系的 如果当初不是您的话 我跟佟建国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跟佟建国有什么矛盾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佟建国被你毁了 我不想看到 爹大上流火 一公一私 一公一私 我不要见到你们这上任何关系 你明白吗 明白 好 坤华 向辉 我哥 他被抓了 你放心吧 我会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律师 先回去吧 怎么样 还是家的感觉好吧 烂什么 先把行李放去房间吧 图画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别住这里了 为什么 这里是我们的家 你家呀 可是这里是你家 并不是我家 我的就是你的 还是不一样 向辉 我哥发生了这么大事 你还是不打算陪在我身边吗 童话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你的 但是不一定要朝夕相处啊 可我们是恋人呀 为什么不能朝夕相处 好 童话 童话 你在家吗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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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影若离开 离开的温柔 我就无法呼吸 喂 华 你在家吗 我在你家门口呢 我特别担心你 我们俩见个面吧 燕燕 我们还是老地方见吧 好 我来找你 你还是在想她 你还是想见她对不对 董建国 你头疼 好 进来 安先生 郁主席派的人已经到了 快请 快请 好的 向先生 有请 安先生 夏总 请坐 请坐 小总啊 时间在长寿 委屈你 暂时就在这里办公 过几天我会安排一个 适当的地方 让你工作的 谢谢安先生 这里已经挺好了 这次总部派您来 是让你负责 项目的设计部门 这方面 你有什么想法吗 是 没错 可是我认为 现在要排除隐患 才是当务之急啊 隐患 对 安先生 这里是七星级酒店项目 有异想的合作公司资料 但是现在佟建国 不是出了一些事情吗 我认为之前 跟他有异想合作的合作商 都需要重新调查考核一下 好 这样从果然是有备而来想的 你做到啊 哪里 这是谨慎期间而已 谨慎就好 好 这件事情 你全权处理 放心吧 先生 我一定尽快给您一个处理答复的 我一定尽快给您一个处理答复的 你怎么在这儿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雪 你说为什么还没下呢 我在问你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还记得吗 那年雪天我们约着去滑雪 后来因为其他事情给耽误了 到今天都没去成 刘晃 刘晃 要不然哪天我们约着 我好想跟你一起去滑雪 时过今天 现在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我在问你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还关心我吗 我不是 在这儿 就是一只小猫一只小狗在这儿 我也会关心它 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地方可去了 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因为这些年 你是我的全部 你是我的中心 我都没时间去交朋友 你说可笑吧 那么冷的天你在这里等我回来 就是为了抱怨我吗 不是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付出了所有 到后来却落到这样的下场 变个弃生枝触动力 你非得让我觉得我亏欠你你才开心是吧 你灵活就是亏欠我 但是这笔账我不会向你逃 因为我只要你记得我的好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是想天天能够看到你 不管我心里有多苦 我只要看到你 我就知足了 我就知足了 寒冷的极限 可是再能遇见 那温暖的春天 有话 我想要一个家 你能给我吗 来 营营 孩子还在家 我先 我先回家了 娘 丽莎 我找你有事 来本公室见我 看看 不能 等下 我们把该做的先做好了 到时候我们在后面推她一把 姐 我发现 你才是最适合火哥的女人 你俩还会在一起吗 看缘分吧 元妖 我跟何雨琪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子的 又火 如果我们两个现在没有结婚 现在在叠衣服的人 会不会是何雨琪啊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绝对不会是她 我绝对不会再跟她有任何交集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是绝对的 就像我们俩 认识的时候也没有想过 我们俩会结婚呀 而且你和她 还有一段我无法替代的过去 对吧 那你跟向辉也有啊 难道我也应该对你没信心吗 我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们有态度都不一样 刘霍 你是完整的 我不是 我是残缺的 还有何雨琪 她是你的前女友 她对你没有死心 佟建国出世之前是 之后 她会更加地忘不了你 你管她怎么想干吗 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 不就好了吗 有她才怎么能够过好啊 有她才怎么能够过好啊 我每天都在担心 你往回家 会不会跟她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你没接 我会在想 是不是她在找你 就像刚才 雷雅 对不起 不要 所有人都可以跟我说对不起 但是你不要 从我们两个认识到现在 你帮我的太多了 不管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我对你 始终都是亏欠的 但是 我没有资格去责备你 我也没有资格去怨恨你 但是 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如果有一天 你打算离开我 请你事先通知我 给我个理由 当面说清楚 不要不联系我 也不要 再让我当一次傻瓜好吗 你会不会画帮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